后天就是端午节 在生活忙碌的时代 除了部分家庭坚持在家中一家大小果粽子 许多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选择在外头 买现成的粽子 导致这种传统手艺逐渐失传 边城华人大会堂 昨晚举办了一场果粽子比赛 让年轻人有机会向长辈学习果粽子的手艺 促进亲子关系之余 也借此发扬端午节的文化美德 马上带您去看看 现代人生活步伐紧张繁忙 加上果粽子费时费工 导致不少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兴致缺缺 配合端午节的到来 槟城昨晚就举办了一场果粽子大赛 吸引大批年轻人参与学习果粽子 老奶奶也不忘过招 传授各籍贯粽子的特色 让这门传统手艺代代相传 我父母他们是潮州客人 所以这个粽子是我母亲他们传下来的 它特别就是它的米要炒过 要放料 香料 然后那个肉也要腌过 然后拿去炒 有兴趣的话从小学起比较容易学 不要试传 这个华文文化不要试传 把根留住 希望传承下去 兵州华人大会堂 妇女组举办的这场果粽子比赛 除了要发扬传统手艺 也希望年轻人更了解 传统节日背后的意义 把根留住 年轻的一辈 现在对果粽子的认识 或者是粽子的材料 很多问过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认为要传承下去 和推广这个传统节日 有必要要依赖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 在各式各样口味多元的粽子 扎堆推出市场的年代 只要买回家 蒸一蒸便可享用 和长辈在一块果粽子 虽然耗时但更多享受过程 回味那逐渐淡化的味道